大家好 今天是我要做一个视频日记吧 今天是12月17号 我打开这个微博 看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新闻 便是叫芳华的热印 是冯小刚的 冯小刚的电影我倒是看过几部 第一部叫我看过第一部有印象的 冯小刚的电影编是那个集结号 讲打仗的 还有一部电影叫1942 也是讲打仗的 是讲那个 河南那边闹饥荒 也是跟打仗有关 也是跟打仗有关 后来叫冯小刚有一部电影 又有一部叫我不是潘金莲 那个我没有看过 他具体讲的什么我也不知道 今天热印了 在大陆这边热印的是芳华 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 他是讲七八十年代对越智慧反击战那些文工团士兵的故事 七八十年代我们中国跟越南打了大概 七八年有十年的战争吧 就断断续续在打 我们这边叫自卫反击战 越南那边很简单 他们肯定说是反抗中国的侵略嘛 我当时去过广西 我去过广西南岭那边 战争已经很远很远了 大概二十几年了吧 不过在广西南边有一个叫贫乡的地方 它是跟越南边境那个城市 有好多地雷 就是那边的朋友 我在南岭那边认识一个朋友 一个女的 她就跟我讲说那边有好多地雷 因为过去打仗的时候都埋地雷 有好多人腿给炸断了 然后反正现在特别麻烦 要准备怎么挖地雷 我还问了问他们说 你他们恨不恨这个越南人呢 我看到广西那边他们也不恨越南人 但越南人呢特别恨我们 因为打仗 道理就跟什么呢 中国人恨不恨日本人呢 恨日本人恨不恨中国呢 不恨呢 明白了吧 就是这个 我们中国呢 只为反击越南 应该说 占了他们一些地方 而且呢也杀了他们很多人 客观的讲啊 可是我们这边的宣传都是说 我们的战士很英勇啊 还有我们的书上都写啊 怎么怎么怎么 很厉害啊 我们是光荣的 我们是英雄啊 我们为了保家卫国啊 你保家卫国打到人家的国土上了 这叫保家卫国啊 当然了当然了 我们肯定我们的这我们这边的人宣传肯定说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 被他们占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你说他到底是谁的 根本说不清啊 谁能说得清啊 一千年前说是你的 那五百年前又是他的 一百年前又是我的 到底是谁的 谁都说不清 对不对 可是战争中消逝的是年轻的人 年轻的生命就像我 跟你一样 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 战争很惨的嘛 有一张这个芳华的智慧反击战 评分很高 是八点九分 我知道有好多人都 不明白那段历史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太清楚 我一开始就觉得什么智慧反击 然后越南人骚扰我们 我们就要打他 我去了南宁以后呢 南宁那边呢 朋友跟我讲了好多 就对越反击之间的关系 原来啊 我们中国是支持北越的 就给北越好多钱 那个时候北越跟美国打嘛 给北越枪啊炮啊 还有有的时候还有子弹 反正各种武器都给他 让他去打美国人 打南越和美国 1975年 南越和美国跑了 就或者说他们那边败了 北越统一了越南 就跟北朝剑和韩国人了 同一 北越统一越南以后 越南就开始膨胀了 他就觉得我是老大啊 什么什么 因为他又跟苏联搞好关系了嘛 苏联跟我们又不好 关系又不好 就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呢 好像在北边跟我们搞了一些摩擦 就是也是我们在他们一些地盘 他们在我们一点地盘嘛 就是这道理嘛 最后我们这边突然大规模进攻了越南 对越南呢 如果按照越南人的说法 那就只进行了产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什么种族大灭绝 什么屠杀 各种庆祝难书 各种什么强奸杀人活埋 就跟小日本鬼子在中国干的一模一样 所以越南人呢很恨我们 我在想你说我们这个年轻人呢 你说我们应不应该向越南人道歉呢 因为我们杀了好多越南人呢 我们应该应该向这个越南人道歉呢 你们会想这玩意也不是我杀的 关我屁事啊 都是别人杀的 强奸也不是我强奸的 都是别人强奸的 那既然你不这么认为你不应该道歉 那你为什么要日本人道歉呢 日本人也觉得中国人也不是我杀的 反正反正我就活着呢 二十几岁跟我也没啥关系 所以说鸳鸳相报 何死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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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